柔美飘逸的侍女图,栩栩如生的动物百态,萌去恒生的白子图,一块块毫不起眼的戈壁碎石,在甘肃十一画传承人圣爱萍的手中,重新组合后变得妙续恒生。 近日,在甘肃家喻关,记者在圣爱萍的《大漠风雨雕十一画展馆》里看到,上千幅十一画作品摆放得满满当当。 上爱萍说,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戈壁荒滩上捡石头玩,五颜六色的石头成为了她童年时最好的玩伴,慢慢地就有了用小石头拼成一幅画的想法。 到如今,她的作品大大小小超过万遇见。 最喜爱的作品是她历史五年创作的168副《红楼梦》系列作品,再现了《红楼梦》中的经典场景,栩栩如生,唯妙唯肖。 因为这个石头特别难熊枣嘛,因为这上面每一片石头都要陷于它的天然,包括它的薄厚。 因为这个画作比较大一点嘛,如果一大了的话,石头的厚度就上去了。 这样熊枣石头特别的困难,就得找那样的一个薄片的石头,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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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,要有它有这种层次感才行。 为了熊枣一块恰到好处的石头,我肯定要翻无数个石头,反反复复着去比较,最后才能比较到这块石头,恰到好处。 好,OK,就它了。 甘肃家与关,号称天下第一雄关,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,经历千万年风吹雨淋的戈壁石,软音不等,颜色割异。 盛爱平说,自己的创作颇为随性,一块木板,一堆碎石,想到哪里就拼到哪里。 这些石头仿佛会说话一般,借着他的手讲出一段段故事。 我的画都是一张板子一堆石头自己组合,组合像啥,感觉到就这个动态好,特别生动,OK就定下来了,然后再组合另一个。 没有说是,你基本上就是照着一幅画去做,因为石头的风格不同,最后也就变样了,还是自己去创作。 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,你就知道去熊藻什么样的石头,那么这个画表现得更加好,这样的话就开着车满散遍野的去熊藻各种各样的石头,没想到在我的各种熊藻下,各种画,我想到的全都能创作出来。 为了让十一画艺术不断传承和发扬,盛爱平还带出了不少徒弟,他希望将更多的中国文化符号融入十一画中,让历经风雨的戈壁石成为承接古今的文化载体。